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遊戲 虛擬貨幣的遊戲,剛剛開始了三四天 剛剛在網上流行,但是不是太多人知道 也不是太多人玩, 但可能真的可以讓你坐在那裡收到一些錢 當然啦, 說到虛擬貨幣, 很多人就很害怕, 好像騙人, 騙局, 龐氏騙局 剛才說, 這個真的是龐氏騙局, 這個遊戲已經說明是龐氏騙局 但是, 是不是真的龐氏騙局,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風險呢 那就要聽我說下去了, 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我的5minutesmaster.com 裡面的blog, 其中第一篇就是了, 進來你就會看到這篇文章 這個就是遊戲的版面, 我現在正在玩這個, 我叫master5 就是這樣, 很簡單, 其實都很健康的遊戲, 網上遊戲那些 做的都OK的, 版面也不太難明, 只有這麼多, 只有這一版 我再細節地告訴大家, 每個位置是怎樣做的, 或者先講講遊戲架構 大家記得定期, 最好每天都來看一看我的篇文章 為什麼呢? 就不是叫你留意我的文章, 只不過是有一條key我一定會放在這裡 因為我每天都會給我一條key出來, 就是一個coupon 用這個key我現在就已經去到十送一了, 如果你不用key, 其實你就浪費了 因為既然有人送key給你, 你記得當然要用, 用十送一 或者先講講遊戲是什麼, 這個遊戲就叫做SOLFOMO.GAME SOL是一個幣名,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都會找到這個SOL 很多QL都有講的, 其中貴卿, Mr.Go, 他有講的, 你可以去追蹤他的Fan page 火條心都有提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追回他們的Telegram, 或者Facebook 我放了他們的link在這裡, 多虧他們介紹, 我才知道有個遊戲, 也開始自己玩 那一開始我都不太明白他玩什麼, 老實說我都符合你, 我都不太知道做什麼 但是簡單講, 其實他是一個遊戲, 即是講未來的社會 全部都是去中心化的, 大家都是不需要努力賺錢 這個世界就會給他一些錢, 救大家都因為全部AI, 人工智能, 機械, 代替 人類的很多工作, 所以大家做人就不需要再很辛苦工作才找到錢 因為他有基本收入給他們, 大概未來的世界觀結構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遊戲是做什麼呢, 目的就是你用SOL這個幣 這個虛擬貨幣, 大概現在價錢應該是一個多兩元 然後你就要用這個幣來買一些Key Key 開始遊戲的時候的原價就是一個SOL這個幣 就可以買到一個Key 這條Key之後聽說還有一些後續遊戲可以玩 總共這個遊戲就有24層 先講開戶, 你可以用這條link 你記得用這些link, 就算你不要用我的link 這條是afferatelink來的, 你不用我的link 你都會找別人的link來用 因為用了別人的link, 你以後就可以買幣有優惠 20送1, 所以一定要用, 不要浪費這個機會 因為你既然也要買幣來玩這個遊戲 那你就記得拿些link 所以你用這個來開戶, 開戶很簡單 就是按了這條link進去, 你就按加入 接著就打電郵, 接著按確認 接著你就會在上面, 螢光幕就見到 我們已經發了一個電郵給你了 那你就去電郵確認 那你開回你這個電郵的email 你就會見到一個這樣的email 就叫你Active 其實不是Active的, 是已經有連結給你可以開始玩 都是Active的 那你進去這個email, 就會見到一封這樣的電郵 這個當然可以拆掉它, 免得你搞我 那你按這條link, 就會進去這個遊戲的版面 那你就不要打這個名字來進去這個版面 一打這個名字, 它未必是去到你自己的戶口 因為你戶口有這些key, 買了那麼多key 那你的名字, 這些東西 那一定最好就用這條key, 進去你的遊戲那裡 那還有下方, 這裡有secret password, 這個很重要 那所以這個電郵一定要自己 儲起它, 把握一個folder 那或者你 總之你儲起它, 因為這些link 你全部都是要用的, 這個link 每次進入遊戲都要用這個link 這個password 每次做transaction都要用password 那一會兒會跟大家說的了 那password是怎樣用的 那跟著就講, 第一步就是買key 那買key就記得用我剛才說的 那我每天都會放一個coupon出來的 這個coupon 那你記得先抄了這個coupon 那你就去買key 那買key就很簡單的 買key才開始到遊戲的 那你就買幾多個 按這個購買, 買幾多個 那記得用了優惠碼 跟著按發送,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去, 這裡有password 就是剛才說的email下方的password 這個下方就放進去 然後再提交 那它就會給了一個sol的地址 即是一個wallet來的 那你就用你的交易所 暫時應該是幣安可以把sol 射到這裡 那你就把這個地址放進去 你的幣安那裡 叫它射多少個過來 那就可以射回3.46個過來 那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射多少少都可以的 那射3.46個過來 那跟著就確認 那就完成了買幣的了 那我可以試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在這裡啦 這個遊戲 那有些什麼地方去卡呢 其實呢 如果有問號就是一個help來的 告訴你 有什麼可以 對了 那逢親問號的地方 你也可以的 逢親問號 你也可以按來看一下 那你就可以 了解一下這個遊戲 那這些全部的問號都可以按 對了 那先說個介面 你進來呢 可能第一次進來 你會看到是英文的 那它是有英文中繁簡 繁體和簡體 那這個是reflexer 那跟著呢 我就選擇繁體先 它告訴你 轉了繁體 那有什麼可以做呢 這個就是個遊戲 遊戲分24回合 每一個回合呢 就是2小時 那就是總共呢 就應該是有48小時的 正常來講 那你會發現呢 那時間呢 是一直這樣 你會看到這個遊戲 你會看到這個遊戲 那先說一下 那介面 那有24個回合 每一個回合就是2小時 那一直倒數計時的 那現在就已經玩了 你這裡看好像玩了7分 7分0 7分0 30幾秒 20幾秒 那實際上呢 它的時間是不斷跳上跳下的 那你想知道 跳上跳下是怎麼看呢 看回到計時器 那你會發現其實已經玩了幾天了 那其實它是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上 嗯 這裡就是 一直這樣加時 然後又跌 又加時又跌又跌 那你會發現為什麼 這些時間是會一直這樣 不會減下去的呢 就是因為呢 它每次有人買幣 那你這裡看到 是有人一直買幣的 最後 就是最後那個是這個人買 每次有人買幣呢 它都會加一些表數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初步估計 根據火條心說 每一個呢 可能是10秒 那我都要測試一下 我都試一下 但是這個就 不要完全相信 那總之 每買一條Key呢 就會有些秒數加的 那所以呢 你本來這時間Drop 突然間你發覺 又跳上去的 那因為有人買幣 那這個就大家留意 那所以這個回合呢 其實玩了幾天 那依然第一回合呢 都還是 好像沒有玩過 玩了幾秒而已 那這個就大家留意了 那這裏看呢 就是買得最多的人 就是叫頂尖的50個 頭那三個呢 在這一回合 如果是完結的時候 都依然是他這三個 就會得到這個獎上 就是這些獎上 那是這麼多個幣的 那都很誇張 你就算當每個一元 每個是一個SOL 現在一個SOL 大概是兩元 其實這裏講的是 幾萬元美金的了 如果沒有計錯應該是這樣 那這個等級 就是什麼意思呢 等級就是由這裏看見 那我暫時是第九級 那它的第九級 是根據經驗值 你這個遊戲如果玩得多 多互動 就會有一個經驗值的提升 那簡單說 譬如你每次做投票 投票 那你可以投它上升下跌 即是你想來下一回合 它的Key是上升還是下跌 你每次投票就會加你五分經驗值 你每次在這裏有賺到一些利息 賺收穫 又會加五分經驗值 你每次有些推廣連結 這些推廣連結 推廣給別人參加這個遊戲 或者將Q分告給別人 亦都會有些經驗值 所以這些經驗值 是不斷地提高的 那詳細一些經驗值 為什麼呢 我在裏面就有講的 你可以自己看這篇文章有的了 那接著再講到買幣那裏 那裏 買幣就是購買 然後你想買幾個 你可以加加減減 他告訴你 6個 9.4 即買6條Key 你就有9.4 需要9.4個SOL 那還要1元手續費 那或者你看1個是多少錢 1個已經升了 當初開始 1條Key只有1個SOL 再加上1個SOL的手續費 應該是2個SOL 可以買到1條Key 但現在已經升了四成 這裏可以看到已經升了四成 那接著2個SOL 2乘2 1.4 即是2.8 再加1 即是3.8 就是這樣計算的 當你發送了之後 填上密碼 提交 接著它會彈一個Wallet Address 那將Wallet Address 抄去幣安 叫幣安 射3.8個SOL 去這個Wallet 那便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這條Key就買了 那買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這裏 你的Key就顯示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現在有400多個 那再講一下 有沒有其他東西 大家要留意 就是我玩完幾天之後 我發覺 因為它是會不斷這樣 是給你賺點息的 那這個息怎麼計出來 我未是很掌握到 那如果有高手指 就不妨留言告訴我 那但是呢 如果這裏說 年收率是7.4的 但是我見用這個7.4來計 好像又不止 那總之現在我有這麼多Key 那我呢 會收到0.98的 那你想收很簡單 就這樣按收獲 那你就會見到 那記得呢 一定要做收獲 我剛才都遲了 我忘了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不做收獲 它是24小時收獲一次的 那我其實應該是 今天下午12點 應該要按收獲 那如果沒有按到 現在就已經是下午5點多 就是遲了5小時開始 那就是我又遲了少少 明天的 又要明天的5點 才可以做一次收獲 所以有點虧了 所以大家記得要做這件事 另外呢 你看到我現在是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多了一些SOL 是這麼多 那你可以直接 提取出來的 所以有些人就很害怕 哇 這個是不是騙人的遊戲 還要把錢放進去 因為你始終都是用錢 和你可能2元美金買個SOL 買了10個 即是用了20元美金買個SOL 經買幣就進來了 20個就放在這裡了 那玩遊戲玩完之後 其實我 丟了20個SOL 就丟了40元美金 那432都成300多港幣 那是不是騙我幾百元的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它一直增加 你可以在這裡再提取 再打一個文碼 打完文碼之後 它會叫你給它 可以提交一些錢出來的 也有人試過是OK的 暫時其實 不是很多錢 我在這裡說幾百個 其實當初我投資 只有百多個 其實很少的 但現在已經進展到四百多 因為它是每次都有分成的人 每次有新人加入 他們買幣其中的佣金 是還給上線的 每一層都是這樣 即是到第二層玩的時候 有人參加 又會分部分 上去上一層的人 大家公平地分開 所以呢 你越早參加 現在我們還在第一層 你越是第一層參加 你之後還有23層 或者叫23個Round的遊戲 那些人來玩 你都是會賺到的 所以大家越早參加 是越好處 你當是一個遊戲 玩一下 但是可能 不經不覺 你真的賺了不少錢 也不一定 但這不是guarantee 首先說明 你當遊戲好 我自己在玩 我不知道你 你自己決定 接著再說 除了獲益之後 有推廣 剛才說 這是推廣連結 你可以把這個推廣連結 送給朋友 也都是會有優惠的 因為你用推廣連結 來加入 你是得到 這個是永久的 這個遊戲裡面 永遠都是20個 就送一個 所以記得要用 推廣連結 所以我也是放了 在我的文章裡面 大家就記得開戶的時候 你就用回推廣連結 按進去 那就最好處 不要拆掉 既然都送給你的 這個優惠 這個Qpoint code 就是買你的 Key 譬如我這裡 因為買10送1 譬如我這裡 買兩個 可以嗎 再放下來 這樣 是不行的 譬如我買10個 再 這樣就變成加一個 你看到 如果你買20個 加兩個 所以就很好處 你記得 我這裡 每天都會放我的Key 在這裡 如果你看到 我的Key 用完 始終只有12個名額 你用完 記得去Facebook 找哪些人有Key 記得拿這個好處 因為送多一個 雖然不是很多錢 都是兩三美元 或一個多美金 但是都是 好處 不要虧了 另外 除了買幣 你可以再投資 因為你看到 我現在 已經有 15個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 我不拿出來 我再放回去 繼續 買 這裡已經幫我計了 15.3幾 就可以投資到15個 如果我再用完自己的Qpoint 是多加一個 因為每10中1 所以記得自己的Qpoint 都可以用 這個不是一定要給人用 才可以的 這個Qpoint 10中1 是自己都可以用的 你給人用 自己用 所以自己先用 不要浪費 用了之後 就多了一個 就是剛才說 這裡是多了一個 然後 同樣情況 都是好像買幣 就是再投資 又是用回 Password 提交 然後就完成了 要留意的是 這個再投資 它不是說 你一有 賠償出來 你就可以馬上再投資 我發覺 起碼都要24小時 才可以再投資 那我的經驗 是 不知道是否正確 如果有不同 記得告訴我 還有些什麼 左邊這裡有一堆的資訊 是 現在全球籌金是多少 現在的總籌金是多少 然後 現在的level 是多少 現在是第9 你要經驗值 去到4萬 就會去到level 10 那level 高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買key是 這個Qpoint code 就是這個推廣 是不同的 現在我在level 9 還差很多 才去level 10 在level 9 就是買10 送1 有24條key 就是有24條key 你用的 記得用了 所以每天記得 記登了個key 既然有key 每天都將鍵 用完 當它 也應該說 在下一個level 你就可以用一支新的key 就可以用了 就是這樣的 這個遊戲大概就是這樣 好了 到最後你就覺得 其實遊戲是什麼 最終是它是 如果你是不是很竞争性的 你買了幣之後,買了一些你安心的數量 你就坐在那裡收錢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會自動賺出來 因為下線,即是有下面的人 或者下層的人再來參加 或者買幣,或者各種互動的東西 他就會自動分一些給你的 分部分給你的 即少成多,儲一下儲一下 好像我似百多個就變成現在幾百個了 另外你可以做一下推廣 推廣遊戲給別人玩 推廣優惠碼給別人用 你用你的方法推廣 推廣完之後,譬如我這裡有百多人 做了經我連結來參加 又有一些經驗值增加 所以是有他慢慢坐在那裡 就可以賺一些Key回來的 聽說這些Key 下一轉是有些遊戲再參加 用來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到時候看看 總之就是這樣 到你覺得很不安心 我還是沒什麼順心玩 那你就拿出來 把你的Key 拿回去幣安 然後再賣回去 那就打和了 或者甚至賺錢 至少我現在這裡一定會賺錢 最後呢 如果你真是很進水 你可以爭取這個頭三位 但這個就 沒有那麼多時間 本金也不行 好了,當這裡是Key 有一些是再投資 有一些是賺回來的 你的利息 至少這裡買了一萬至一萬多個Key 當它當初是一個SOL 一條Key 差不多要兩萬多個SOL 即是幾萬塊 應該是幾萬塊 所以如果你想進入頭三位 你就買多一點 就可以進入這些位置 但是記住 你買完之後 那些時間就會加回 甚至加回到 本來是剩下幾十分鐘 那你一買完幣之後 彈回上去 變回兩個鐘 沒有動過都不行 所以你要去到 這一回合的完結 都保持第三位 你才能拿到這些 終極大獎 這三個 還有一個大獎 就是最後的一個 最後一個人買 無論你買幣也好 再投資也好 你都會在這裏顯示 最後那個 你就能夠得到 這麼多籌金 是挺驚人的數字 這個是不斷增加的 你看到這些數字 終結者就是這個 回合主宰者就是這個 是不斷增加的 很誇張 都挺有趣的 又考一下你的智力 又考一下你的方法 究竟怎樣才能拿到獎 我現在就很懶惰地玩 每天來按一下 鑊一下利 跟著推廣一下 就分享一下 一些QPON給朋友 或者做完再投資 令他又不斷滾傳這個鑰匙 我是這樣 如果你有什麼 更聰明的玩法 就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今天就介紹這個遊戲 如果你想參加遊戲 下面有連結給大家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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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